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肉松的非常好吃 制作入口即化鲜嫩多汁的蒸卤鸡翅 你是要准备鸡翅 芋头 冻豆腐 香料包括香叶 桂皮 花椒 八角 南姜 盐 味精 糖 酱油 马上来解密制作蒸卤鸡翅的四大窍门吧 今天咱们来一个应餐 没错 叫做蒸卤鸡翅 味道非常独特 咱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第一步把这个鸡翅要先给它切点花刀 让它入味 先切入花刀以后 先要腌一下 初步的入一下味 制作汁浓味后软糯松烂的蒸卤鸡翅的第一个窍门就是腌鸡翅 这样做可以对鸡翅有着唤醒催化的作用 更易达到鲜嫩多汁的口感 少加一点点盐 好 然后稍微的抓一段 抓一段 稍微的加一点葱 入味 加一点姜 来 我们先把这个鸡翅要给它煎一下 这么快我们就进入了蒸卤鸡翅的第二个窍门 煎鸡翅 这煎鸡翅的作用是什么呢 一是为了让它好入味 二可以让它上一些色 一会儿卤的时候颜色也好 锅已经热了 咱们先煎有花刀的这一面 你给它还好 要利用鸡翅表皮的油脂给它煎上色 铲子稍微得压一压 听到这种声响的时候 我们把火调到中火 等明鸡翅表面的油脂和水分已经吸出了 它能活动了 我们就给它翻过来 两面受热 再翻过来以后 我们就要大火来煎它 这样使这个表面更好的上色 这个时候您看没有 再关成小火 为什么呢 让它的皮顶一顶 一般的我们在家里做鸡翅 一般的就是要不是炸 要不是就烧 今天我们是两种方法相结合 其实归根结底 我们就四个字 腌 煎 卤 蒸 接下来第三个窍门卤的方法就要登场了 卤的方法让鸡翅进一步的入味 达到初步成熟 加入一些香叶 香叶 香叶 桂皮 蓝姜 花椒 这就是卤菜的一种香料 然后把刚才这个葱姜放进去 您看 您看 鸡翅的颜色有这种金黄色了 然后我们来一点点糖 糖化了以后就会附着在鸡翅上 立马颜色就放来了 然后我们就加入 好 加水 加水 充分的入味了 大火吹一下 我们加入一些酱油 调一调色 调一点盐 第二次加盐 好 调一点糖 开锅以后给它改成中小火 为什么要慢火炉呢 一个是卤 二一个是吃到泡的 让它充分的入味 我发现这还有冻豆腐 这个是我们在做第四个程序 这个时候我们把芋头处理一下 改成一个半通板厚 这么大的片 这个厚度 就够了 接下来我们就将芋头全部切成厚片备用 冻豆腐 去除水分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粒子 这儿在吃动物脂肪的时候有一些植物蛋白 冻豆腐我觉得它可能还起到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说它这个鸡翅里边还是有些脂肪 它把多余的油给它吸走 没错 其实我们今天加入了芋头 芋头里不但有优质的淀粉 而且它还会有一些筋络 中纤维的东西 像中老年人多吃一点芋头 可以促进糖味的骨动 好 我们这鸡翅滷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拿一个碗 给它进入到我们的下一环节 蒸 先卤后蒸 没错 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蒸了 蒸可以保持鸡翅的形状 还可以让它有软烂的口感 这卤和蒸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呢 把鸡翅放进来 然后加一个芋头 放一个鸡翅 打个隔着 把一个芋头这儿呢 充分吸收里面的油脂 而且这个芋头倒是吃起来好吃 没错 我们依次给它麻好 芋头和鸡翅交叉在一起 既吸收了鸡翅的汤汁 又吸附了鸡翅多余的油 使鸡翅吃起来更加的爽滑 最后我们再将冻豆腐码在上面就可以了 其实啊 像我们这种方法 肯定可以一次啊 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里 对 来了客人 一加热 一加热就可以了 然后呢 弄一点原汤 对 特别过节的时候啊 一上桌之前拿一盘一压 然后一翻 麻好的鸡翅 放在锅里 蒸大概十分钟 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蒸起什么作用呢 蒸呢 使这个鸡翅当中的油脂啊 规发的更多 而且呢 吃起来会有更软烂的感觉 而且嗯 一下去骨了 对对对 而且还能保持这个鸡的性格 对 不让它改变 对对 而且呢 有这种粗纤维 对 还有这种 豆腐的软鸡脂 使它营养更大的丰富 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看 喂 鲜盖子 你看 你看香味 拿出来以后呢 我们给它扣在盘子里面 这个原汤呢 我们还要倒在锅里面 给卤蒸结合了 烫一些青菜 给它 点着一下 摆在边上 嗯 多漂亮 嗯 这个原汁呢 一会儿给它浇上 就可以了 对 做好准备 我浇汁 薄一点的芡 薄薄的啊 啊 亮亮 点点油 再来一点点味精 把这个汁呢 浇在上面 嗯 这道蒸卤鸡翅 对 就完成了 汁浓味后软糯松烂的蒸卤鸡翅 你学会了吗 首先将鸡翅打上花刀后 一腌 用盐葱姜腌制鸡翅 二煎 将鸡翅煎至两面金黄色 三卤加入香叶桂皮 花椒八角等香料后 冲入水调味卤制 自蒸 芋头和鸡翅并排百列 加入冻豆腐蒸十分钟 最后浇汁即可 在明天的节目中 面点王王强师傅 将带来拥有 米香枣香和奶香的双色枣泥拉糕 精彩精的明天的天天饮食